新聞的首先帶來關心的是四季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今明兩天舉行 共有將近十五萬名學生報考 今年第一天主要考各類群的專業科目 在外語群的英語科首度加考非選擇題 離岸的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入題 要學生把兩個句子翻成英文 至於今年的國文作文題目 則是放大鏡 再過三十分鐘 四季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專業科目 就要開始 這群高職設計科與製圖科的學生們 確認帶來的麥克筆和有色鉛筆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圖學 圖學就跟製圖的類型比較差不多 他考的範圍可能會有三四圖 投影的部分或者是甚至有展開 設計群的學生測驗基本設計和繪畫技巧 商業管理和外語群的考生 則是英文閱讀和寫作 而今年首次加入非選擇題 在中文翻英文 以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為影 要學生翻譯句子 寫作測驗考書信 考生反應很簡單 至於所有類群都考的國文 作文題目是放大鏡 寫無形的放大鏡 就是要觀察別人 然後觀察別人的豪壞 對我覺得還蠻好寫的 蠻好入體的 如果以心理心理學層面來寫 反而比較好寫 但是如果以生態 他題目上有說到生態的範圍 我是覺得還可以 四季二專同意入學測驗第二天 還有數學和英文 等全部考完成績公佈之後 將成為徵選入學的門檻 以及登記分發的依據 接下來會是沈志明台北報導